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五江口白鹿啊 夕阳红 台舞仙山啊 画钢琴 金门的风啊 金门的舞啊 四季篮牧年呀 高粱香 风诗也张开后画从前 仙人呀 宗书呀 候人良 故宁头八二三 写累的过往 孤岛的历史呀 不能忘 故乡的歌呀 唱不停 欢迎收看金门故事导 我是主持人奕騰 我现在所在的这间咖啡厅呢 当合一的季节来到时 你往外一看 是可以看到满满的小麦田或者高粱田的 没错 我人正在金沙的古多利咖啡厅 那也是我们今天的访谈来宾所创立的品牌地点 古多利咖啡的老板 以前在海军服役长达35年 退休后有完五年后 却被前县长征召回金门县政府担任 金门1999服务中心主任 那后来因为遇见咖啡 让咖啡成为了他在金门身心灵上的一个寄托 而在气息生活的同时 内心却也渴望家乡金门能有更好的建设 以及更多的美好能被看见 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让我们欢迎古多利咖啡的创办人 杨建兴 杨大哥你好 我是杨建兴 我本身住在关澳 然后从小因为家境比较清寒 然后我们也是个大家庭的一个大家族 所以在生活方面非常困苦 我爸爸又生了大爷有兄弟姐妹七位 所以说要抚养起来非常辛苦 那时候正好有救国团在 就说正常我们去重新 只有事后考虑考虑 我们如果要继续 要继续去求谁的话 可能要增加家里的很大的一个负担 好多的一个负担 就是说回想到小时候生长的那个环境 其实回想起来也知道说 当时是非常困苦的一个情况 因为那时候就靠我爸爸每天去 做那个水泥工 一天也只不过是几十块 几十块的那个工资而已 所以根本要来抚养这个六七个小孩 真的很困难 所以我就国中毕业的时候 就参加了这个重金的行列 那当初我们在挑选金种 因为海军比较适合我的个性 怎么说 因为我们比较外向 比较喜欢那种 外边那种广大 比较海阔的精神 所以说选择海军 进入海军的时候 其实刚开始离家出走 才十几岁不到二十岁 对因为年纪很小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在这么小年纪 就可以体会家里的一个辛苦 选择偷就是重聚 对啊因为当初我们 为了要吃一颗糖果都很困难 何况是说要求要有多好的一个美食 根本不可能 所以说我就去重庆 刚开始去的时候 我们自己同学海军的有十七位 但是十七位去不到两个礼拜 有四位体格最快 身高最高的他们受不了 他们受不了是因为 就退信了 整个工作跟训练是太辛苦了 没有就是离家背景啦 这个很多因素 就是没办法就退信 后面留我们十三个 真的很好玩 那边也有防空洞 我们十三个在那边互相的齐软 互相的安慰 抱着头 每个抱着在一起在那边哭 结果哭一哭也是感觉说 不能 不能四面子 既然说要出来当兵 不能说吃不了苦 我们就回去 所以是有个面子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 就是一直坚持很坚持 就留下来 不能够回去 留下来 啊经过两年的读书 以后毕业 毕业 起来我们就派到建庭 然后到建庭 我在建庭上也是 服役了差不多七年 也很长 然后在建庭那种生活真的很枯燥 没有人会体会得到 是 因为船一出去 个人有个人的工作 除了你在值班以外 而且值班 当开始风浪不好 你还会晕船的这种问题 所以说我是电信科 在船上还要打电报 也不能漏报 所以说 当船在晃的时候 抱着一个桶 就边吐边打 哇 所以说有时候船一出去 不是说 一天两天 有时候我们比较远航一点 都要一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 才返航 所以说在船上真的很痛苦 另外碰到台风的时候 风浪不好 那更是 更是辛苦 有一次我记得 好早好早 叫做未打台风 之前 然后风浪特别特别的大 我们那个舰长 他说 谁有办法撑到 那个泳嘛 我们的船要经过那个泳 谁能够撑十下 放假一个礼拜 哇 所以应该是舰长想要激励你们 是不是 结果 连舰长 第九下他自己也吐 我们是最多到五下就吐了 原来如此 所以 不愧是舰长 可以挨到就是第九下这样子 所以说 干海均也是很辛苦 人家也说 海均好像流满阴暗 好像 好像很 潇洒优雅 其实 他 在海上的辛苦 个人都看不到 每次一出来 我没有当班的时候 我会坐在一个懒庄 望着海 可以坐四个小时 看着风浪 看着海上的 天上的云 然后海上的涌 可以一看四个小时 是 所以说 那种会让你去思维到很多东西 哇 我们也是在那种风浪中的成长 是 啊什么叫风雨升星星 就是这样 有一种感觉出来 嗯 我觉得在海上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蛮不一样的 因为就像刚刚杨大哥所讲的 就是你在 呃 船上 这个你有时候会遇到一些狂风暴雨 那可能船就是会有这样上下起伏 那非常巨大的一个转变 但是有时候可能又风平浪静 对 又可以找回一些内心的瓶颈去 思考人生 对对 是是是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印补东南沙的时候 嗯 那可能就是 时间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到了东南沙有一个好处 到那边绝对是风平浪静 嗯 我们可以从船上 可以看到海底清清楚楚 看鱼在那边游 结果我们要钓鱼 要钓鱼不用钓竿 只要一条线一个钩下去就可以 它马上就会钓上来一条 所以鱼货量也非常非常大 非常非常大 钓上来一条都是最少都三斤以上 嗯 哦那很大耶 所以说也是到那边枯燥中的起乐 是 就是 艰长还是开放 就是说可以钓钓鱼这样 嗯 也是要找一些可以让大家 呃 放松心情 对对 然后愉悦身心的一些活动 对对对 那 所以当时也会像这样子 钓鱼 然后大家会在呃 船上就是去 烹饪吗 然后大家吃吃喝喝这样子 会 因为 如果说我们钓鱼钓完以后 到了晚上都会去煮清汤 嗯 嗯 嗯 他们经验丰富 一出 一要出来就是用五家轮筒 先装一桶的老米酒 嗯 嗯 所以他们可以慢慢喝 给他有时候 哎来一杯吧 哦 而且有时候天气冷的时候来点酒 然后又配着这个鲜鱼汤 对 其实很温暖 很温暖 嗯 而且那个 那个 舰长还就想 哎我们今天来做一个钓鱼比赛 哦 是 然后比赛最大的一条好像十几千 呃 就是看谁就是比 钓的 呃 鱼 还要大只 对 所以又感觉一种 晚霞满渔船 就是 所有人钓的 前我们的那个冷冻库 船上的那个冷冻库很大 跟我们这个房子差不多一样大 嗯 都已经快装满了 是 以后粮非常丰富 是是是 是 这个当然就是说 呃在海军就是这么 有热气 呃就是说 一个这么辛苦 而且 我觉得也是一个 蛮孤独的一个工作 对对对 那去找到一些 呃生活的一些乐趣 对 那我想要问就是杨大哥 在你呃就是 从事海军的这个生活 就是有没有什么样一些 特别的一些收获 干海军收获 其实我们在本职里面 嗯 本职里面的一个 技术的精进 另外一个就是 为人处事 嗯 像我们长官 常常教我们 你们要交朋友 嗯 一定要在金中交朋友 是 因为金中交朋友 之间没有什么利害关系 嗯 嗯 如果你在社会上 是 人要跟你交朋友 就要看你 看你的资金 有多少 看你的这个 后台有多少 是 才会跟你做这个 很要好的朋友 嗯 嗯 但是在金中不用 我到目前为止 这三十万 我结交金中的朋友 太多太多 是 包括我在 对 在民国 七十五年到九十五年 在 在空军司令部 待了二十年 嗯 交的朋友更多 长官也更多 是 到目前为止 他们有到金门游玩 一定会来 一定会来找 杨恒大哥你 对 是 而且我们当初的一些 一些 我们讲 他的小老弟 现在都有些将军 最少都是上校 中校以上 是 所以说一代一代的 我感觉在金中的售后 是不断的精进 那我们在那边 有时候本职信念 本职信念以外 自己也在精进一点 比如说读一些空大 可以进修 终身学习的这种东西 都有时间让你去 做这个学习的工作 是 所以就是说 像刚刚所聊的 就是说 其实在军中 可以接照到很多 正性的一个朋友 因为 彼此之间是没有一个 厉害关系的 那当然 我相信不管说在里面 因为 这个军人 那你可能 不管说 在你自己的一个 行为 跟一些道德规范上面 其实是比一般人 还要更严谨的 对 其实在金中学到 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领导 跟 被领导的一个艺术 是 你领导 你要有领导的艺术 被领导 要有被领导的艺术 两个现代都不一样 是 所以说 你今天要带兵 蒋哥不好讲 就要带先 对不对 你要被带 你就要一个信任 是 我今天信任我长官 不管他讲什么 我都会信任 信任 所以说 在金中以前我们 对国家的一个认同 是 都是主义领袖 国家责任荣誉 这个 为谁而战 为何而战 我们都非常的清楚 是 是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 我们国家 日后也是能够 一直不断的兴盛 这个是 我们一个 退休的一个 一个 一个军人的一个 心态 就是这样 是 那当然 其实后来杨大哥 您就 从这个海军 退休了 那你退休了 其实当然就去享受一个 退休生活 你其实去游玩了五年 当然你后面 其实你又重回 不管说刚刚 我们开头所讲的 有去做到1999 服务中心的主任 包括到后面 你自己开着咖啡厅 但我想先问看看 那五年 你去经历了些什么 去玩了些什么 其实 在金中三十文 那时候 今天人要出国 是很不容易 是 有些要出国 要申请 要经过核准 然后 比如说 两岸 已经开始通的时候 大陆开放 那时候你金人 到目前 可能金人还是没办法 过去 是 那正好退休 退休有个机会 一个同乡的在组团 然后就带了我老婆 就跟 跟主团去 第一趟去黄山 嗯 当时是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出国 到黄山 那一定 特别新奇 对 带了一个很愉快的心情过去 然后到了黄山以后 真的体验到啦 是 一山比一山高 哇 黄山真的太高 比我们太福山 不要高几倍 哦 OK 然后到那边又可以看到 很多 很奇特的风景 比如说最有名的就是 非来死嘛 是 然后到了黄山 有一段 路程又要走路 我们整整在上面 玩了三天 整个脚都玩到不能动 要按摩三天 因为一直走路 要按摩三天 对 花了很多按摩的钱 是 所以说 你今天出国 第一次 带了很奇怪的心情 第二个就是西湖村 我们有到杭州嘛 是 到杭州也到那个 那边就 那个叫西湖吧 杭州的西湖 西湖去坐那个船 很漂亮 很漂亮 又到那边喝了龙井茶 是 吃那边的风味餐 哦 是 整个整个行程 我想那一个行程是 特别特别的丰富 特别特别 都是很棒的体验 记忆非常深刻 嗯 另外还有一次我们到 马来西亚 是 参加那个世界金门日 嗯 我记得那时候 应该大家都 都已经很熟悉了一个人 就是杨中理 是 我们的金门人 嗯 他在马来西亚发展非常好 他可能早期就到马来西亚去 他在那边也是 呃 拿都 嗯 也是一个拿都 丹尼斯拿都 丹尼斯拿都 丹尼斯拿都的话 算他们 在那个国家是很尊贵的一个公主吧 是 公爵啊 是 所以说那社的世界金门是 世界金门是由他主持的 嗯 而且经费也是他发的 嗯 他们 他们那个店 哦 从一楼到四楼的自助餐 嗯 那时候 听他讲可以 一次可以容纳2000人以上 嗯 所以感觉那种规模实在太大 我们也在那边用他的餐 是 用得非常非常开心 你要中式的 西式的 都有 应有尽有 应有尽有 当时大概多少人去参加这个世界金门日 我们那时候如果说全世界 全世界金门人 嗯 他讲说 整个统计全世界的金门 如果说集合起来 可能有100万左右 嗯 但是那一次去参加光我们台湾 整个北中南同乡会 对 所组成的 是 大概有一两千人 有一两千人 有一两千人就过去了 对 是金门 金门这边过去了 是 然后各同乡 他们是自己组团 嗯 我们也是自己组团过去了 是 到那边的食宿 都有他们招待 嗯 是这样 在那边 我们玩了 差不多有四天 嗯 其他时间除了开会以外 他就会带我们去游玩 哦 所以在马来西亚 那个地方我们也感觉到 那个一个国家进步真的也不简单 嗯 嗯 那也有落后的地方 嗯 他们也比较落后的地方 是 又到了 又到了新加坡 那最起码我们走出去以后 这个视野就宽了 没错 到那边是看到很多新的事物 接触到很多新的 新的东西 碰到很多金门人在外面 大家一见面就好像自己人一样 是 那种感情是 就是 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那真的就是 同乡的 乡里情 对 乡里情 就是那 有种那种亲切感 让你感觉说 原来他乡异固之的这种 就是这样子的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那种感觉是很奇妙的 跟我们自己在 金门 对 然后我们都是金门人 但是我们在 其他的地方 尤其在可能 出国别的国家 嗯 遇到同乡的人 那种感觉真的是 就是 你会觉得说很温馨 对 而且觉得不孤单 对啊 是 所以说 没事 多多出去外面走一走 可以增广见闻 可以吸收很多新的知识 是 从那时候 出去玩回来以后 就到一个朋友 因为 这五年当中 我还在同乡会 在新北市同乡会 其实也都有在服务 都在服务 然后 每个同乡会 每个同乡会 办的那个活动 都会互相去交流 互相交流 然后交流 久了以后 服务 这个五年 然后在这五年的当中 其实 我也要感谢一个人 因为我今天会做咖啡 我的启蒙老师 就是现在 在新北市 新北市的一个 碧莉咖啡 黄庄庆 董事长 是 当初 因为是我同学 讲说 你推卸无聊 可以到那边去看一看 做一做 还学些东西 其实我到那边也是 接触到很多朋友 其实做咖啡 如果说你纯粹要去 讲的话 赚钱的话 你做谁的心态就不一样 其实做咖啡 像我在那边 苦多利在做的话 一边交朋友 一边做咖啡 我没有压力 所以说我在 碧莉咖啡 也 里面也是有学到一些东西 那 之后 被 前现场 李二世 就 到 他也是到处去征寻 征寻一些文采 看我这个人 怎样 各位对我评价还不错 所以就把我 吸纳过来 那时候金门刚好在成立 1999 那时候正好缺人 是 然后看我服务的精神 服务的方式还不错 就 看我没有空回来帮忙 所以当时跟这个李勤市长 就是有认识吗 有有 也有认识 对 因为他也常去同乡会去 做交流嘛 是 那时候他是在做那个 金门县议会议员嘛 也常常去交流 交流 那时候大家都有 平常都有在 互动不是很多 但是都有认识 结果他 就感觉我这个还不错 就把我征召回来 我在 1999刚开始是 等于是 从零开始 是 很多机制都 自己在建立起来 那当时你是怎么 接到这个任务的当下 然后 你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然后决定要接下 就是这个重担 其实我跟你讲 当初我在跟我太太讲说 县长要请我回去帮忙 可不可以 她说不行 对 她说你干嘛要回去 这样子你们要分隔两地 然后我又一直跟她解释 我说 现在就目前缺人嘛 反正我在同乡会做服务 金门那个也是在服务 是 我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我最起码我在服务 那边还有一个 讲个不好 还有一个舞台嘛 嗯 可以表现说我们 要服务的这种 这种精神 是 结果讲一讲好不容易 把它说服 哦 因为她 她在台北有工作嘛 是 所以没有办法一起回来 就我单独一个回来 嗯 啊回来的话 因为也是 父母亲 住在金门 嗯 我那时候就近照顾 能够就近照顾 是 然后到 1999 从 零开始 我妈建立很多 机制 比如说 我们在那边做的工作实在太多了 嗯 像是 像是第一个 比如说民众 有土地纠纷 土地纠纷的那种问题 哦 那我们就要 把她带到地震局 嗯 请那个 业务人员 跟她解说 也会带她过去就对了 对对对 带她去解说 然后 这一条路走不通 问问看 没有其他的方式 可以解决的 是 帮她想办法 对对对 帮她想办法 因为 讲到不好听 这条路不通 搞不好还有别条路 嗯 另外 一个工作是比较 有 艰辛的 是 就是 民众 如果说 有住院 需要后送 嗯 那我们 包括 医院也有派了一两位在那边 嗯 然后我们就 协助她 是 做后送的一些 程序 嗯 然后那时候的后送有分两种 一个是定期的 是 二五 二五的那个 要煽动 嗯 一个是紧急 那个紧急的话 就是直升机嘛 嗯 半夜都会 都会 都会送都会飞的那种工作 那当初我们都在 中间做这个 集中谁聊的这个工作 是 包括 如果她 比如说二五要后送 我们前一天就要到医院 向她做一个 嗯 慰问 是 做一个心理一个建设 哦 然后第二天 我们直接 也会陪同把她送到经机场 是 把她送上飞机 然后家属有需求的 我们也会帮她 来做一个处理 嗯 而且在经机场那边 设了一个 家属休息室 是 各方面的 东西都有 进口让她齐全 对对对 让家属 就是说 因为那种很紧张的心情 能够舒缓一下 嗯 然后送到台湾以后 我们台湾的 龙总那边 还有服务人员 哦 他每天还会去关注 嗯 还会做一个记录 那我们这边就看得到 是 然后等他出院的时候 回到金门 我们还要到她家里 做一个 做一个慰问 哦 连出院之后 还会再到家里面 去做慰问 这真的是做得非常的齐全 对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机场 嗯 因为很多民众 比如说 有家属 要奔商的 嗯 就医的 嗯 还有要考试的 这些学生 他有需要 要去台湾 因为当初 各位也知道 那时候的 机位 一位篮球 有时候碰到 物际 碰到连结的时候 是 根本就是机会很不好拍 对 然后我们就给他 有跟那个 航空站 嗯 航空公司都有一个机制 哦 就有优先 候补的这种机制 哦 啊所以说民众 他有需求 是 他有需求就会 打电话到1999 嗯 嗯 我们再帮他做 这个安排 嗯 是 所以其实是 呃有很多 像这样子的一些 协调 对 沟通的工作 其实都是1999 就是这边要来做 对对对 所以1999功能蛮 蛮强的 蛮好的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 那个民众 有需求 所有 比较及时的 嗯 的需求 我们都会 及时出面 去帮他解决 是 像讲一个比较 讲一个比较 实际 曾经有一个 民众打电话来说 嗯 我被蚊子咬了 我被蚊子咬了 对 也打过来是不是 打过来 我们 我不会觉得很奇怪 被蚊子咬一定有原因 是 他说你可以不该过来看一下 嗯 结果我就过去了 他说被蚊子咬 我为什么也打电话 是 他说我被蚊子咬 蚊子从哪边来的 里面前面有一块 公家的地 对不对 都长草 长那么高 原来如此 会不会有蚊子 对不对 然后我们就协调 相争公所 赶快清这队 去把他打草 嗯 他打完以后 他就觉得说 这样就 就 很安心了 是 所以说从小事情 里面 我们要看他大的需求 嗯 因为他 如果说一般人要讲 为什么蚊子咬要找你 是 对不对 这还很多啦 因为太多太多了 嗯 的这种问题 我们都是 就是要我们去出边去协调处理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有上 有上市的 我们要第一 第一个时间去做家属的一个慰问 送花 还有一个 安排一些 相应的一些工作 看有没有需要 我们来协助 这个都要 让那个商家 能够觉得说我们对他也很关心 是 所以我相信就是 这些年的 这个1999服务中心主任的工作 也是一个很难忘的一个体验 而且做了非常多 可能复杂 而且繁琐的一个工作 其实还好 因为虽然 事情很复杂 也很辛苦 但是做得很开心 做得很开心 因为我们都在做这种服务的工作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嘛 如果说我今天以利益为目的 就不需要服务了 原来如此 是是是 那后来就是怎么开始 自己创业了 就是来成立就是 古多利咖啡这个品牌 其实在古多利之前啊 我在京城 填补下 有跟几个好朋友 好朋友就说 因为刚好 那时候1999结束 理由是现场 他没有连任 然后我们也就是说 跟了就下来了 嗯 了解 因为我在台湾本来 之前就是在办公室 还没有退休之前办公室 每天同事泡咖啡 我还对咖啡还不是很 热衷 到最后慢慢被他们 调养调养到 每天都要喝咖啡 所以说退休以后才会到 黄总经那边 去那个做 这个学习咖啡 另外来金门会做到 会做这个咖啡就是 我一个同姐 陈永东 是 因为他在上海做的事业蛮大 有一次他带我去上海 看看他的工厂 嗯 结果他说有一个厂房500坪 嗯 要整备 让我去做咖啡 结果 哦 我个人就没办法 是 我没办法接受是什么 天气 天气的关系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 如果说你希望我做的话 我可能会在金门 嗯 然后他想一想在金门的话 应该也可以 你要跟金门产业结合 嗯 那金门产业就是高粱酒嘛 是 所以那时候我在 嗯 其实我在 在 嗯 1999的期间 我利用空闲 我就在研究 是 这个 如何把高粱酒 融入到咖啡里面 所以意思就是说 这个杨大哥 你在1999 嗯 工作的时候 你其实闲暇至于 嗯 应该说 你会利用空檔 空檔的下班时间 来从事咖啡的工作 对对对 而且那时候就在研发豆子 我问过很多教授 问过很多做咖啡界的 很多前辈 是 我说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 那个高粱酒 到咖啡里面 跟我讲三个字 不可能 不可能 那不可能我就 不断的 我用好多方法 也是浪费很多 很多肚子 很多方法 要不断的尝试 经过第二 快放弃之前 既然成功了 快放弃之前 所以当时是 怎么让他成功的 这个 其实秘方我也不便公布 那就是说 我这个高粱酒香咖啡 为什么把它取成战斗 因为之前有个导演 导演唐正宇 他来进门拍了一部片 叫战酒 既然有战酒 我有咖啡豆 应该叫战斗 那这个战斗 因为其实这种 我研发出来的这个战斗 受到大家喜爱 是他有特色 是 他有特殊 因为怎么样 这个咖啡里面 他有 我们分 分有三个层次 上层 就是你 送到你面前 你就闻到酒香了 但是最大的特色里面 没有酒精 他是没有酒精的 对 所以 你一闻到的话 你就感觉到 哇 这个酒香这么香 对不对 比那个成年的高粱酒还香 嗯 那种味道 第二 第二个层次 就是我要保留咖啡里面的 一些花口香 嗯 啊所有的花口香里面 里面都会融入在这个咖啡的中层里面 是 最后一层就是里面有 柑橘酸 嗯 就是微微的酸 嗯 还有花口香 包括我们的酒味 他这个就是 你喝在一口里面 在嘴巴会跳动 嗯 我才把它叫做战斗 哦 你会有那种 那种 弄在整个层次里面 哇 融合 我常常也跟人讲说 陶醉了 好像 最后在一个美人 腿上的那种感觉 嗯 是 哇这个非常有画面 不过 我可以想象就是刚刚 杨大哥所讲的 就是因为他有 很多的一个层次 对 然后他给你的一个味觉 其实是 很跳动的 对 所以才会命名为 战斗 是 哇那其实这个命名 非常的贴切 对 而且在我们在喝这个咖啡 还要分 它的温度 比如说我一杯咖啡泡下来 是 差不多85度左右 嗯 然后 你到85度 到75度 你会喝到花果香 嗯 然后到65度 不同的风味 你就是会跳动的那些东西 都在嘴中 哦 而且他会一直在 口齒流香 是 差不多半个小时 哦 这个韵味是可以留很久的 对 他会回甘 他回应非常好 是 所以这一款也是我最 我最得意了啦 是 说实在 这一款当初我也没有说 让我的同学 失望 嗯 所以说能够 让金门的高粱酒 跟咖啡 一起能够结合 出来一个美妙的一个味道 是 真的 我们梦寐以求 的梦想 终于 实现了 对 所以我相信很大的一个关键就是跟我们金门来做结合 对 因为高粱酒当然就是我们金门的一个象征 对 那又可以跟咖啡来做结合 对 这个一定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 对 那这个也是古多利咖啡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对 那当然讲到古多利 为什么会命名为古多利 古多利啊 其实 我跟我太太两个都是退休年龄 是 我看起来好像 不是 看起来很年 很衰老 但是 不会衰老 不会衰老 还是很年轻 我 其实我已经 今年67岁了 所以说两个 都退休 两个老骨头 还有很多力量 还有很多力量 来做这个社会服务的工作 是 因为我们这个做咖啡是服务业 对不对 所以说 两个老骨头 还是很多力量可以做这个事情 是 其实你到古多利来喝咖啡 会有 心旷神怡的感觉 因为我的前面这一片 如果说到了 我们 一年有两季 一季是高粱 一季是小麦 是 然后因为高粱刚收割一个月 之前 就整片的金黄是 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非常非常的漂亮 在金门 找不到像一片 这么宽叶的平原 嗯 好像只有这边才有 而且又可以合卡 对 然后再来的话 明年三月份 就有小麦 有小麦季 小麦季的话 可以很多这个 在田中央办活动 像去年 有晴天旅行社 嗯 跟那个 天下杂事社 是 他们有来这边办了一个活动 嗯 然后也是找我这边来跟他结合 我们在田中央 那个 造土 烤地瓜 是 哦 然后喝高粱酒香战斗 吃了高粱米香的那个松扁 嗯 完了以后 他们在割了高粱碎 嗯 到了古多利这边来绑哨把 是 他是一系列的欸 一系列 他们这个都是有规划 那现在很多高端的旅游的 旅行者 都来跟我们接驾 嗯 因为我这个地点实在 说起来 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好 是 很适合 嗯 对 因为可以做很多 就是一系列跟金门跟高粱 结合的一个活动 对 对对 是那当然 像老板你在这边 呃也 开业了就是一段时间 对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经商 因为 说实在我是 最主要也是以批发为主 嗯 啊这个这块地 当初因为在 跟朋友合我那个 不到一年就结束了 嗯 那结束我就来自创自己的 品牌 因为当初我在做的时候 受到太多人的祝福 嗯 如果说你做不到一年 又没做 觉得没面子 觉得没有面子 又让很多人很失望 哦 OK 那所以我 就是一股气 那这块地是我爸爸的 他就说你要的话 就在这边自己弄一个地方 那我就按照 按照正常的程序去申请 所以盖了这个古多利咖啡 嗯 然后 这盖完以后 欸 感觉这个地方非常非常的优雅 我又把旁边那一块 嗯 我们现在旁边这一块 要把它买下来 哦 户地会比较大一点 是是是 对啊 当然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个变化 甚至更多的创新 在自己的一个地方 对 是 那当然就是说 嗯 在这个 我觉得一个自己的一个咖啡厅 嗯 我相信也遇到很多 各式各样的客人 有没有哪一段故事 或者是难忘的客人 让你印象深刻 有 我这边的客人 因为我这个做咖啡 我是想说 不只做咖啡 还在交朋友 嗯 其实我交到很多好朋友 是 像 我们一些空间的 嗯 一些空间的 那个以前 有相处过 和没相处的时候 一些谁上谁地 他们只要到金门 他们第一站 第一站 一定来找梁大哥宁 嗯 然后碰到最深刻 就是现在一个民事 民事一个儿童歌唱比赛的一个老师 是 杨慧杰 哦 他现在在网路上也非常的红 嗯 他每年最少会来两次 他今年已经跟我一夜了 哇 12月30号 又到我这边来 那他一定很喜欢金门 很喜欢就来到这边喝咖啡 是 然后另外他还喜欢一种意记 嗯 他平常没有来的话 我都帮他记 嗯 然后另外也碰到一些朋友 台中咧 之前有两个女孩子 他们也过来玩 嗯 玩以后我说 晚上你们到哪边去吃饭 他说也不知道 晚上来这边喝酒 晚上来这边喝酒 喝的好开心 就是说 是 因为这种喔 就是交朋友啦 嗯 其实交朋友很重要 嗯 交朋友真的很重要 是 所以说很多人 我们 我今天做的 这些产品 都是 非常非常的踏实 嗯 我很诚实也不会去欺骗 是 我保证我的品质 嗯 然后我们做人也是一样 嗯 以臣相待 人家就会已经 会已经回贷 是 所以说我今天 到目前为止 以前 和现在结交朋友 都相处相处非常的融洽 非常好 而且在 这个服务当中 其实 我在现在的那期间进去 还有一个 前台北市 嗯 嗯 前台北市那个 同乡会的理事长 嗯 王水忠 是 给我一句忠言 嗯 人在功能好修行 嗯 所以说秉持了 那个精神 我一直延续到 各地方 是 我都秉持了这样 一定要 很多事情 要 以 比如说 以大众利益为利益 你不要以个人利益为利益 这样的话就 你就失去那种 做人的 的原则 嗯 是 其实也回到就是一开始杨大哥所讲的 就是一个 服务 对 一个奉献社会的一种 西 对 这样子 所以说 因为回来金门以后 金门同乡会总会 那个会长李台山啊 嗯 他 很多事情在台湾 比较忙 没有时间回来 是 没有时间回来服务 他就请我帮忙 所以就 当初 就来挂这个牌 哦 叫我在金门 能够帮他服务 就是 台湾金门同乡会总会 金门联络处 主任 啊其实 是 有需要我服务的 也不一定说 我是同乡会 才帮你服务 其实来金门 很多 很多来这边 你有需要我还是帮他服务 像之前那个 议长 洪英典 是 有一个好友 十几年 他们已经十年十几年了 都没有联络 结果呢 来到 古党的咖啡 喝咖啡 他说老板 我可不可以 请你帮我找一个人 我说你找谁 连找人都请老板 你来帮忙 洪英典 我说你不用找 我马上帮你打电话 哈哈哈 结果打电话给他 他差不多 一个小时之内又赶过来 是 所以到现在为止 那个议长 每到一个场合 都要感谢我这个事 我说 这个只是一个机缘 他说他们 十年十几年 都没有联帐 他终于透过我 能够帮他 通过 对 这很特别 也刚好就是有认识 这个议长 所以说你讲 就是说 人 什么叫做贵人 其实 贵人就是 是 在你某一种 思维 你每一种思考 转不出去的时候 同样旁边有一个人 给你一个提示 让你转变 概念 让你这个概念 能够更好 那个就是贵人 我们往往想 有一个人要跳楼 又要跳海 是 他为什么 他这个理念 他走不出去 然后曾经旁边 旁边有一个人 突然间也不是要对他讲 就讲他的故事 哎呀 人生真的难得 我们也好不容易活到现在 以后要怎么样 其实他不是讲给他听 是让他听到 结果他的念就改了 对不对 他会把他当作贵人 是 他如果说这种贵人是 刻意去制造的 那就不叫贵了 是 就是说无意中 有些是无意中 有些是一句话 让你改练 这个就是贵人 所以我常常 周边的贵人也蛮多了 有时候一个思维 跑不出去的时候 突然间 一通电话过来 人家跟你讲什么 就改变你的理念 是 这样就是 常常人有很多 这种良好的记忆 真的 要珍惜 珍惜代价 我在想 这真的也是跟 杨大哥 您自己交很多朋友 然后当然 我们在这个交朋友 也会交到跟自己 比较同时长的朋友 那可能大家 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其实会彼此互助 那彼此可能 会用不同的角度 然后来帮你去设想 你现在所遇到的一个烦恼 那其实彼此都会有机会 成为彼此的一个贵人 那当然就是 杨大哥您一路走来 就是 也好几十年了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 家乡金门 对你而言是什么 其实金门就是我的家乡 我从小就 生长在这个地方 我的生活习惯 但其实从小 就是从困苦到现在 是 都是一种习惯的问题 其实还没有退休之前 以前我就想到说 我 要回到金门 如果以后 连长的时候 一定要回到金门 是 然后 金门 其实这几年的进步 非常的多 然后 金门要更 好不好 要走向哪一个 哪一个方向 其实是看主政者的意图 主政者他要 比如说 他要走向哪一个 金门哪一个方向 只要他决定目标 政策 正确 其实金门会很老 像我个人是 认为 金门是 如果是一个 非常高端的观光岛 是非常好 因为我们 太多太多的自然 自然生态的资源 都在金门 那为什么人家会 走高端 金门没有想到 比如说 我刚刚讲的一个高粱田 就可以一个主题 在一个早上 一个体验行程 一个体验行程 太多太多了 所以说金门 我常常也在想说 如果说从菜凑 弄一个 缆车 经过泰晤山 如果 现在是还没有测金 可能 有金是 设施在那边 比较不宜 如果说以后 可能的话 一个缆车 对不对 到泰晤山 然后泰晤山 再从山外下来 在山外那一头 比较 比较 没有风 东北季风那么大 是 弄一个摩天轮 对不对 我们就是 好像就可以吸引很多 顾客过来 很多游客过来 另外在金门 沿海 做个轻轨 是 做轻轨 对不对 沿海 做个轻轨 可以绕海一周 对不对 是 这种 如果说有这种生态 我们有这种设施 有这种吸引点 我看金门以后的观光 我们的吸引光 会更多 金门的经济 一定会更繁荣 这个是我们个人的趋势 是 当然就是说 未来 当然杨大哥这边会希望说 我们来到金门 不要只是 可能像走马看花 对 当然可以有更深层 然后可能跟在地的一些文化 结合的一些行程 包括像刚刚所讲的 不管说这个 跟高粱的一个结合 还有摩天轮 甚至轻轨的一个想法 都是蛮 创新 而且大胆的 那当然就是看 就是说 未来有没有机会 让这个旅程 变得更高端 变得更精致 这样子 是 如果说金门 如果光靠金门 光靠金门这些 我们的小小经济 可能是没有办法的 希望我们的中央 能够重视金门 为金门的一些经济繁荣 能够来多多的支持 这样的话金门才有希望 是 那杨大哥在最后 有没有一些些 对自己未来更多的期许 我个人 因为现在是养老这段 我因为会做咖啡的话 我是不愿意让自己停顿下来 是 我甚至到目前为止 每天都生活在这种 赶时间跟时间赛跑的生活里面 我常常感觉到说时间不够用 时间不够用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说很健康 是 因为我没有时间去想肥的 就每天就是 除了 让自己动起来 让自己动起来 那除了这个工作 我爱一个爸爸要照顾 然后自己生意要照顾 有时候还要交交朋友 就是这样 时间都不够用 时间都不够用 这样很健康 因为我很害怕 就是说停顿下来 很多同年龄的 和同学 因为停下来 刚开始跑医院 到最后就走了 如果说我们能够每天这样 有一个工作 有一个目标 我还有一个斗志 对我的生命来讲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是 光是想到这个 就让人觉得就是 活着还是有希望的 对 而且我们就是把握 就是当下的每一天 对 那非常谢谢 就是我们的杨大哥 杨基辛老板 来到我们金门故事岛 当然祝福你未来 继续把这样的活力 传递给更多人 服务更多人 好不好 是 谢谢 好 那金门故事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是 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